周委員好 部長好 其實上午聽了你的詢答 心情真的不是很好 我在請教你相關問題之前 我想先做一個整理 就是說 綜合部長上午在這個委員會的詢答 在回答柯建民委員的時候 你的講法還是說 把案件辦好為首要的目標 在回答林德福的委員的質詢的時候 你說對台灣現在被認為 是一個詐騙猖獗的國家 覺得很丟臉 回答段一康委員的質詢的時候 你還是覺得偵查有效是最重要的 顯然部長在面對台灣人民 在肯亞被粗暴的 帶到中國大陸這件事情 你還是堅持說 有先優先制裁犯罪 為優先的目標 這是我上午綜合你的詢答 我所做的認定 第二個我先講完 第二個我們再回頭來看 法務部2月16號的一個文件會議 這個大概這兩天媒體都有報導 貴部呢 國際及兩岸法律司 你們的意見說 應考量是否可以有效制裁犯罪 如在無法掌握境外證據的情況下 將國人交涉回來 最後恐因證據不足無法將之神之以法 所以呢 在這個兩岸合作打擊犯罪 及被害人軍屬 這個對被害人軍屬傷害 國際權進和的時候 通常就是參考屬地原則 及便利管轄原則 好這個我們可以理解在當時的時空 你們所做的建議 這個前提是建議在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有協議有協商有協調的時候 在當時外交部的意見 他就說他有這個敏感度 他就說針對國人在大陸地區犯罪後 跑到第三國 外交部最不希望發生的是 該人具有我國國籍 當第三國遞解回原屬國時 該人的原屬國被認為是中國大陸 當時外交部就很敏感 很明確的考慮到這個問題 但是顯然法務部到現在 面對台灣人被帶到 粗暴的帶到 直接遣返到中國大陸 無視於台灣的司法主權 你們還是主張優先制裁犯罪 非常的遺憾 報告員可不可以容我說明 請說 第一個就是 據我們現在的了解 肯亞他是用驅逐出境的方式 使這些台人離境 但他驅逐出境的這個終點 就是他們的出發地 他們的出發地 部長我不去討論這個 因為我今天是問你 我們今天是再來討論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這個協議 我要問你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你法務部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的法務部 你還在這邊無視我們的國際管轄司法權 你還在堅持有限制裁犯罪 我們沒有無視啊 這些原則都是在各個都管轄權 進和的情況之下 做出一個最合理的標準 那我們第二個階段 我們第二個階段再來討論 剛剛你說國際管轄權的進和 那我們台灣我們是屬人 台灣人民當然是中華民國的國籍 我們當然絕對有管轄權嘛 只是你們現在的看法 認為說從優先制裁犯罪 證據被害人都在大陸 所以大陸比我們優先 具有管轄權 我們現在還不確定啊 不確定沒有關係 今天大家在討論 我用我的邏輯問你 今天我們大家在討論管轄權進和 那台灣當然這些人民是中華民國人民 我們中華民國當然有 我們當然有司法 我們當然有司法的管轄權 我們現在氣憤的是說 你們都沒有經過 之前事前沒有協商 事中沒有聯繫 你們法務部就拱手 把這個司法管轄權 直接讓給大陸 你們的態度 你們的官方聲明就是這樣 不是 我們聲明從來就不是這樣 我們從來就說我們有管轄權 而且我們也沒有放棄管轄權 事先我們不知情 如何去協商 我們知道之後 馬上就採取動作 密集的聯繫 甚至指出他們 這樣子把人帶去是不對的 沒有通報是不對的 部長我剛舉了 這事我們都說了 我們也沒有放棄管轄權 也沒說我們沒有管轄權 我舉了你們2月16號的會議 你們法律師的意見 還有那個副市長這兩天的意見 還有你早上綜合許答的意見 你們就是要把認為優先制裁犯罪 你是我們的我國司法管轄權於不顧 這樣的結論不對嗎 委員曲解的一個協議 那個協議 我們有曲解 有曲解 就2月16號的會議紀錄裡面 並沒有說是對我方有利或對方有利 你們就是這樣的考量 你們就是這樣的考量 今天在委員會尋答 你以為是在對檢察官說話嗎 你們一直在強調偵查有效為優先 今天你面對台灣人民 今天你面對立法院 你還是一直在主張說優先制裁犯罪為優先 這有什麼不對 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你的司法管轄權在哪裡 你的司法管轄權在哪裡 你們有主張過嗎 在今天大家討論之前 4月8號當天開始就主張了 好4月8號這是一個10點 好我們來講 我們4月8號才知道的 今天你們那個4月7號才去行政院報告 你們這個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成果 你們多麼的自豪 那我問你既然你們這麼自豪 你之前還去大陸大陸訪問 那為什麼4月8號之前 你看整個事件4月8號10點 他們從肯亞被帶去中國大陸 你們才開始跟大陸公安部聯繫 因為我們才知道 對你們才知道 所以你很無辜嗎 是 你很無辜嗎 我們不知道如何做事呢 那我們兩岸的協議在哪裡 兩岸的協議在哪裡 你就是從頭到尾就是很無辜 你就是自覺你沒有做錯 我們當然不是我們做的事要我們負責 當然是無辜啊 你很無辜 那人民更無辜 因為我們還不知道 部長你從頭到尾的態度 我們會認為說 你沒有去堅持我們的屬人的管轄權 你就拱手把這個案件送給了大陸 不是這樣 我原這樣講對我們不公平 我們從來沒有說拱手讓出我們的管轄權 那我請教你啦 4月8號你們下午跟大陸公安部聯繫 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事前大陸公安部或者大陸任何一個官方 都沒有跟我們講過說他們要把人帶走 對 是不是這樣子 那這樣的結論是什麼 這樣的結論就表示說 你們之前的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協議 是不存在是沒有效果的嗎 不能一件推翻所有的事情 沒有一件 總共做了那麼多事 怎麼可以說就因為這一件就全部否定呢 那這一件造成的傷害多大 這一件也不是兩岸共打的案件 因為所謂兩岸共打的案件 是兩岸一起來偵辦的案件 這件事完全是大陸自己在偵辦 那你剛剛在回答委員的時候 說你要派我們的檢察官 派我們優秀的檢察官去大陸 要跟他們共同偵辦犯罪 對我們仍然希望如此 所以不是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這一件案件不是兩岸共同偵辦的 但是我們希望後面我們可以參與 或者是接回來我們偵辦 接回來我們偵辦 我們希望這樣 但是協商結果如何 我們還要努力 所以嘛 你從頭到尾就是在努力嘛 我們看得到 外交部該做的也做 該說的也說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接受的就是你法務部長的想法跟立場 你從頭到尾都認為你們法務部沒有錯 從頭到尾都認為你們在處理這件過程都沒有錯 委員說的我們的錯都不是我們做的事 我們如何錯呢 那顯然你跟台灣人民的認知有很大很大的距離 我不認為我跟台灣人民有距離 好 謝謝 好 接下來 我們會休息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再繼續開位